今天來開大通的6K追劇網智慧電視盒 那它這個東西它的主打它就是 它是合法預載收視穩定 它上面有愛奇藝呢 它有私機公視 Netflix YouTube 它有大愛頻道 所以它有六個頻道是合法的 那主要講是4K 那它有九頻道的快捷 還有一鍵快捷 我們來試看看這個東西 到底好不好用囉 打開箱子呢 它就是有一個電視盒 然後再加一個充電器 充電器 還有它有關系 其實這三樣就是它裡面的主體 打開的話 它的第一個介面就是 它會要你設定它的語言 那當然是選中文 那下一步就是它的解析度 可以設1080吧 那你的畫面要不要微調 那你的畫面要不要微調 那台北時間 那台北時間 那設另外一方 那設另外一方 我是用手機的 所以我們可以測試一下它的手機 出來的畫質 到底會不會OK 那它就會跳到 這個畫面 那它有影音 應用程式 然後本機設定 那影音的話 可以看到它有 愛奇藝 四季 線上影視 Netflix 公共電視 大概一台 大概二台 那下面就是YouTube 一些主要軟體 那它的主要 功能就是愛奇藝 感到奇藝的這些電視 那如果 奇藝的話 如果你要看一些電影 你必須 看一些電視 就要加上他的VIP 那他的VIP的話呢 第一個月是免費的 那再來就是 你月租的話就是239 一年的話是1999 那三個月的話是657 所以說你可以加入然後第一個月免費 不過就是在免費過完之前 你繼續把它取消 那可以看到這些 這些片 這些劇 看都是VIP 所以基本上如果 你沒有加入VIP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看到這些影片的 電影的話 你可以買一券 那不過 大部分都是VIP OK 這是愛奇藝的部分 那我們跳出來 那接下來是世紀 它主要會有一個 民視跟民視新聞台 我們先看一下民視 用手機看的畫質大概會是像這樣子 很多朋友會問糖尿病營養品 應該怎麼選 我們掌究科學根據的意思 只相信 所以就看大家能不能接受這樣子的畫質 那 如果你要在新增頻道的話 它有一個 新增頻道 就是讓一個畫面 新增頻道 那它有民視 民視台灣台 民視 中視 台數大概就是這些 那除非 因為你要 再多加 一些套餐 那你就可以 打個電話 或是到網路上去訂購 這是 世紀影視的部分 那Netflix 不用說了 如果你沒有交月費的話 你基本上 也看不到任何影片 你必須 試用 那公共電視 基本上 是從YouTube 這樣子 抓下來 甚至 還有播放錯誤 可以分回 它就是從YouTube 這樣子去 登錄 然後去看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服務 所以 總而言之 它 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 把愛奇藝 世紀 Netflix 公共電視 還有大愛 把它組合成一起的 一個所謂的電視盒 那你要看上面所有的節目 基本上都是要再另外付費 可是這樣子的電視盒 在台灣 我也不知道它的電位 到底在哪裡 不過 既然它已經寄給我 做適用 那我們就給它 做以上的測試 那我的評語就是 台灣的電視盒很多 那不過 如果你想要看 真正授權 而且是合法的 我會推薦 你買這個 那相對的 市面上有很多一些 電視盒 那你可以做一個比較 那以上是開箱 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 每次會 每次都行 那幾次都行 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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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箱